之前习近平在对付马云 对付阿里巴巴的时候 你还觉得说 他是针对江派的人嘛 他是做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斗争 他是针对某一家公司 针对某一个派系 但现在习近平的态度 越来越清楚了 原来他不只是针对一个派系 一家公司一个人 他是全面的要斩草除根 所以我们看到 他是全面性的 你今天是社区媒体 你是电子支付 你是游戏 你是影音平台 音乐 文学 短视频 云端 电商 现场教育 他通杀 因为他现在要把这些钱给逼出来 因为在这些领域里面 没有想到中国在全世界 都是数一数二 你要在全世界数一数二 就代表你已经把所有的资源 全部都收拢在你的身上 收拢在身上就代表 这些资源被少数人所拢待 现在习近平我们讲 他现在已经是宁左勿右 宁左勿右 我就不容许这些资源被少数人所垄断 所以你越是垄断的产业 我就要帮你给打散 越是垄断的产业 越是我刀下的冤魂 所以这也不是讲吗 大到不能到 甚至是中国产业的骄傲的腾讯 这一段时间里面 跌掉了七个红害 也就是十一兆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如果腾讯我都不放过 阿里巴巴我都不放过 而有什么我不能杀的 所以是从 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 等于说在中国大陆 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这种整个财产的转移 这种杀土豪分土地的戏码 没错 还会持续进行这种 而且从现在一直到明年的时候 是习近平最关键的时刻 明年二十大 他能不能够一统江山 继续延任的五年 甚至无限期延任下去 他现在面临到党内 还有包括说海外排山倒海 对他的压力 现在还敢对他有压力 当然美国还想要搞他 好 那怎么办 他现在要团结内部的时候 他只有一招 回到最基本的基本交易 回到基本交易派 好 那我更加这个 这个往左走 所以你看他最近讲了什么话 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然后鼓励过高收入的人群和企业 回馈社会 所以他搞这个意思 说白了就是我要打富豪 把那富豪的钱 回归到一些 我们的平民老百姓去 也就是你多赚的钱 你要这个时刻给我吐出来 那这不就是 回到共产党的路线吗 所以你看他最近一直在打谁 马云杀完之后 马化腾在杀 现在一个一个杀 那些所谓的网路新贵 为什么网路新贵 网路新贵都是很有钱 你要嘛就把钱捐出来 你看打到什么 马云说好 我现在我要去从事这个教育事业 马化腾现在很多事业 他也慢慢的这个辞去了 所以那他就是这样的目的 好 除了他叫杀这些之外 抱歉那杀这些所谓的网路 还有第二个副作用 杀完之后可以拿着这些钱 从过去的网路产业 网路产业都是什么 虚的东西 你要给我到制造业去 制造业是实的 制造业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让我们的中国民众能够富起来 所以你说 虽然我的电子支付看起来很大 我的营业平台看起来很大 我的游戏看起来很大 可是都是被少数人给赚掉的 结果你要把这些钱给逼出来 逼出来以后 你要分给大家 分给大家最合理的方式 就是回到制造业 所以他现在 习近平我们看不懂 为什么要杀这些什么 腾讯阿里巴巴 其实他有他背后的逻辑 跟他的思考方式 所以那是回到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没错 你看事实上腾讯 腾讯是这一波 可能会被杀最惨的一个公司 你看腾讯从去年的这个高点 有26.3兆台币 现在跌跌跌跌到目前为止 已经15.5兆台币 他光是从去年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跌掉7个红寒 7个红寒 台湾第二大全职公司 跌掉7个 你就知道说对腾讯来说伤害多大 但是你看 习近平还是没有松手 他没在怕的 这个《求是》杂志说 制造业为主的时候 你看去年12月 三天之后 蚂蚁金服IPO就被害怕 甚至到11月初的时候 马化腾退出所谓的财富通的 这个法人代表 你知道他一个一个动作 就开始慢慢地出现 他目的是 目的要把你这些 所谓的大到不能倒 或是非常厉害的公司 我要完全把你斩断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中国的人 中国的钱 中国的资源 全部都在这个互联网 都在这个虚拟实验里面 我要大杀四方把钱给逼出来 而且要把人给逼出来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 腾讯已经跌成这样了 你看最新的消息 这是今天刚刚的消息 公信部又通报微信等43款的APP 涉嫌这个违规使用 所谓通讯路的这个问题 保险那他马上 还没完呢 对 就把腾讯相关的 微信相关的 就把它弄出来 里面很多都是腾讯的 或是微信相关的 他把它弄出来 为什么这样 腾讯视频 腾讯地图 微信都是腾讯的 为什么他要故意 再继续杀腾讯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 你很多违规的这个事项 我现在用这个方法来打击你 那所谓他调用什么通讯路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就说 譬如说我来到江苏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会跳出一些江苏附近的广告 他说你这样违规 因为你这样是违反 你用的所谓通讯路相关的状况 而且你盗用人家的这个 位置的这个状况 他说现在是不能这样用 他就用这样的打击你 因为那个只有国家可以掌握 你的大数据 你的个人资料 你的所有的隐私 这些再也不容许让私人垄断 你看他刚公布的消息 你明天腾讯会怎么反应 因为腾讯可能股价又要跌 除了这个之外 他17号的时候公布一个 他就说我们中国的监管机制说 我们现在要征求市场的意见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在监管的时候 我们反垄断怎么更进一步的监管 请你们给我们更多的意见 他直接这样子 他直接要求民间你给我一些计刑 你想怎么管 我们没有做到的 你就来给我们讲 我想不到你要帮我想 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措施 所以他这样一讲出来 昨天这几天的美国股市的中概股 或是香港股市的一些科技股 全面又下跌 所以他一直不断的杀杀杀 所以习近平根本不担心股票下跌 他也根本不担心腾讯阿里巴巴的死活 对 为什么他这样杀 主要问题就是说 他其实他知道说过去腾讯或是阿里巴巴 我们都认为说只有阿里巴巴 只有腾讯这两家公司 但是其实不是 他们背后是个非常大的集团 比如说我们以腾讯为例好了 腾讯呢 你看腾讯 为什么他们 为什么之前中国官媒曾经说 阿里巴巴没有什么大到不能倒 你要把这个法治 什么放在你的想法里面 因为这里不是 你不要想说你是南韩的财法 这里是中国 他为什么要点名说你是财法 因为你有非常多的包山包海的东西 那你以为只有阿里巴巴是这样 不是 腾讯也是这样 你看这是腾讯喔 他的这个社群媒体是中国最大 他的电子支付是中国第二大 他的游戏是世界最大 世界第二大 中国第一大 他的影音平台是全世界 中国第二大 他的音乐平台是中国第一大 他的文学平台是中国第一大 他的文学平台是中国第一大 他包山包的全部 他都是有 所以他这么多东西 我跟你讲 如果你让他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他未来完全你 超乎你的想象跟控制 那这样的话 那我怎么去规范你 所以我当然要只好 只好在这个锦要关注我就开始对你追杀 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集团 我已经拆解到一个部分 但是腾讯还没有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要针对腾讯 包括人家前一阵子音乐 音乐平台就说 你的音乐平台不能够 你自己买的那些版权 你要跟大家分享 你不能够自己赚钱 腾讯因为这个音乐 一年可以赚好几十亿人民币 你要吐出来 你全部要跟人家分享 未来 宝珠跟你讲 搞不好这些饰品这些东西 完全都要出来跟人家分享 所以在腾讯来讲的话 当然股价会下跌 因为它的一个一个经济母 慢慢被裁出去了 这些都是中国 要你跟大家分 这就是一种分田地的概念 你音乐你就会自己想 我现在分享有全民 要分给大家 对啊 未来就是这样 所以未来中国的网路公司 会不会慢慢变成说 没办法获利 你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状况 发展下去 好 那极品音乐 在杀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之后 对 他真的一般人可以介绍 因为这个贫富不局的问题太严重了 没错 好 不只是贫富大距离严重之外 你看中国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们跟你讲 我慢慢把你杀杀杀杀 杀到最后的时候 我现在如果你撑不住的时候 我就开始入股你 那现在譬如说像 腾龙换鸟了 像字节跳动 字节跳动来说 为什么他要跟中央示好 因为他一直说 我抖音要去国外挂牌 但是中国一直不允许 好 那OK 没问题 我就让你中央入股 所以现在中央入股 你看北京已经开始有入股 你看约莫1%到2%的股份 还不只是这样 联邦微博的子公司 也被北京的这个国营事业入股了 所以现在国营事业 开始慢慢在入股一些民营企业 这样子做的是什么 未来可能政府都要完全监管 对 我有更多更多措施 你撑不住的时候 那我就政府来接管 而且这是国进民退 对 所以标准的国进民退 好 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一个 目前也可能被国进民退的就是恒大 不是什么恒大 恒大现在的这个 包括说像目前的许家印 已经辞掉了恒大的董事长 目前传言有几家公司 可能要入股恒大 恒大 一个是包括说冠科 一个是碧桂园 另外还有什么 深圳的国资委 搞不好要出手去把它收盖 所以现在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 都慢慢慢慢的 你可能要被迫退出 政府要一个一个接管 因为你这些有钱人 就是变成你过去 在党的支持下 你赚了这么多钱的公司 或是你很多物业的公司 现在慢慢都要归党中央所有 这就是习近平的所谓的极左路线 那董事长按照金周刊 现在这个说法是 现在习近平已经不惜大杀四方 你身为 现在中国你只要有垄断成分的 你只要不能被党所控制的 你只要你力量大到威胁我的 现在习近平他要通杀吗 是的 他要创造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 也就是说 他所谓调节高收入 然后让高收入跟降低高收入 政府的力量调节 那政府的力量怎么调节 一般我们用财税调节 对 真税就好了 他这个不是 他是共产党 共产党是搞运动可以调节的 那现在问题是 现在的高收入者到底是谁 是 我们现在的背景是谁 那是谁让你得到高收入的 你的目标是谁 不是 你怎么会变 你目前的中国的富翁 怎么产生的 是谁让你致富的 很简单 共产党让你致富嘛 你想想今天你讲的 腾讯跌到了七个红海 那腾讯那个职制是 这个执照谁给他的 中共给他的 中共给他的 中共给他的执照嘛 中共不给他这个特权 不给他这个执照 他怎么可能做那么大 那为什么中共要给 马化腾执照呢 因为马化腾的背后到底是谁 这又是又回到 当年的邓小平的一句话 要让一少部分人富起来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少部分人富起来的结果 那习近平现在把这个路线 做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整个砍掉 你少部分人富起来的时候 你要给我吐出来 对对对 习近平路线 习近平时代开始 那邓小平时代结束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调整啊 因为邓小平时代 一直走到了胡锦涛 没有停耶 对 他到今天开始正式宣布 邓小平时代结束 那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刚刚施通讲的那句话 就是要极左路线 他就临左勿右 跟你刚刚讲的国进民退 这两个策略下去的话 那就形成一个共产党 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这个 现代化中国所创造出来 一个商业环境 那这个商业环境 到底是属于长期的 还是目前的砍杀是短期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欧美所有的观察家 都在注意这个事情的发展 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个企业搞不见 但是有可能变成国进民退 是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他更重要的人 讲了一句话 因为这些所有干的事情 都是网信办干的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孙正义 讲得比较清楚 孙正义已经警觉到这个事情 不对劲了 他不敢再投资进去了 孙正义重伤累累 是向后退的 对不对 但是有没有人像摩根这种 还在里面 还有人家进去了 是 所以他今天提出一个 制造业不能丢 什么意思 又回到了2025中国制造 他又回到了半导体 又回到基本制造业 他认为一定要用制造业 才能够振兴中国的基础工业跟经济 能够跟美国一拼长短 目前他的制造业整个被封杀掉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这些 罗里巴说的事情是有一个特色 就是两条路线开始在进入一个调整期 那这个调整期是习近平的特色的调整 开始的 习近平特色的后面 他的割韭菜的方式 跟我们的社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认为是共产党让你富起来的 所以共产党跟你现在拿回来 是理所当然 金融官是用斩首示众来形容说 阮银这几年来 我看到孙正义风生水起 他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投资人 也是获利最高的投资人 可是没有想到他赚的钱 几乎全部都吐回去了 而且现在接下来他们讲 你不是到此为止 你只是不再投资 但你现在你满手的股票 还会让你遍体鳞骚 没错 事实上孙正义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可以说是中国网路公司的最爱 反正你只要缺钱的时候 去跟孙正义投资 这个所谓马云就是如此 他很多公司 甚至什么滴滴打车 全部都是找孙正义投资 所以孙正义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 你某种程度 习近平会把它看成是什么 你跟这些富二代 红二代搞在一起 那我斩首你之中 那是刚刚好的一件事情而已 所以现在搞了什么 孙正义因为他投资很多 这个中国股市的关系 他其实要有两支这个愿景基金 一期跟二期 目前满手都是 可能未来会变成地雷的一大堆 那他现在还跑不掉了 他目前身上包括说他有软体银行 里面他软体银行最大的持股就是阿里巴巴 所以他现在还在面临到 他几乎都重压在中国上面来说的话 他就面临到可能 未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现在只能够说 那我未来呢 我先不要投资中国 我等到中国的这个所谓监管体制 如果有确定的时候 我再回去这个中国市场 但是很显然 因为这一波的所谓的股价全部下跌 包括滴滴打车 他已经损失了好几十亿 这样下去知道 他当然知道说未来 如果你中国再出更多监管的措施的话 我现在等于是被你慢性凌死 你到底砍到我哪家公司 砍到我哪家公司 我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整个孙正义就是 完全非常的不知所以然的这个状况 但是还不止孙正义这样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很多投资中国大陆的公司 包括什么 他们前一阵子不是在杀 所谓线上教育吗 那些线上教育 你知道谁投资最多吗 淡马锡公司就投资一大堆 就淡马锡公司现在也完蛋 他现在糟糕 你都砍到什么 你说全世界现在投资 中国的都赔大钱吗 淡马锡也投资非常多 所以他们现在等着 怎么讲 为什么李显龙会出来说什么 东升西降是错的 因为你这样搞下去的话 你搞不好会让我的淡马锡公司 会亏钱 他以前都赚钱 现在赔钱了 所以为什么新加坡 会有一点点 对习近平的所作所 有点不以为然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 也是靠中国大陆赚了很多钱 可是你现在打压 这些所谓的经商环境的时候 对那些过去在海外 过去在中国投资的 包括孙正义 包括淡马锡公司 他们无疑是 未来可能受伤会最惨重 会是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不是靠你自己改革开放 可以进而起来 日本的钱进来 美国的钱进来 而且特别是美国的华尔街 帮你上市 帮你弄公司 帮你这个等于说 找钱 就没有想到 这一次 索罗斯跟你开干了 美国女股神跟你开干了 现在整个华尔街 因为你真的赔了很惨 所以这就是非常有趣 就中国习近平祭出一个 整段大旗 杀土豪分田产 结果华尔街血流成河 所以你就知道 他这一招非常厉害 非常精准 那刚有提到 刚我们都知道说 当中国这一艘 大家本来在西方世界里面 看起来是一艘 非常赚钱的一艘大船 现在却被自己的领导人 搞得快要沉船之际 没想到海外的这一些投资人 包括女股神 我们知道这个伍德 他本来也是非常看好的 也算是熊猫派的 结果他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手上本来还有八%的资金 是投在中国股票 他现在最新的星期是 他全部都出七了 手上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中概股 为什么 他说中国正在倒退当中 所以如果说连方舟投资的 这个女股神都已经弃船而逃 你就知道中国这个情况 有多严重 另外一个是 向来也算是很看好 那个中国 而且在中国成长的 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一向是很支持的是索罗斯 就是索罗斯现在 我们知道 他前一阵程又再度讲出说 习近平是开放世界最危险的敌人 他事实上也用他的投资行为 进一步来证实他自己的说法 他也在三四月的时候 陆续出托什么 出托了百度 唯品会 爱奇艺跟腾讯 而且光是滴滴的这件事情 中国不是喊咖这件事情吗 他也得到 他也买了大概 200多万股的滴滴 所以就是说 连他也这个 已经算是投资的老江湖 也会被你习近平一阵子 踢到铁板 所以他难怪他也会说 习近平是开放社会 最危险的敌人 因为欢惺惺惺惺 导致人家没有办法知道 你中国的钱的未来是什么 另外除了他之外 还有谁 刚刚侍聪哥所提到的淡马锡 淡马锡除了也投资滴滴之外 他也投资了新东方 所以淡马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 搞到他手上 虽然他这几年已经有减持 但是光是滴滴这件事情 滴滴到目前为止 从上市时到现在 股价已经跌了三成多 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 但是那个手上也是满股 从本来是价值很好的股票 到现在已经快要变成 这个壁纸了 那另外包括老虎 環球基金也同样 面临这样的政策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相关的政策 一出台之后 其他所有的西方的 这些投资人跟投资单位 会对你这么的不信任 关键就在于说 因为你真的让他们本来看好你 而且支持认为说 要跟中国这一部分 一起走的这个部分 已经喊堪 我认为以孙正义来讲 我跟你讲孙正义是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孙正义最惨 以前讲的投资之神 之前郭台美业长说 台湾如果 基金要让孙正义来操牌 结果孙正义你再去 等于说你投资中国 赚得风生水起 你这几年的风华 全部变黄粱一梦了 是 而且我跟你讲 它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在今年的 它所公布的第二季的获利里面 它第二季的获利只剩下 三十五亿美元 那你讲说三十五亿美元 很对不对 它是叫去年同期 减了快四成 叫上一季减了快九成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以前赚三百五十亿 现在只能赚三十五亿 所以你说 它现在人家就开始发现 说村正义 它从大概六七月开始 它陆续在卖台积电 它陆续在卖Facebook 它陆续在卖手上 还不错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我赶快卖掉这个 有赚钱了 来填补这相关的洞 这代表什么 我这个赔钱的洞 我还跑不了 这个赔钱的洞 我还要继续的填 而这个赔钱的洞 我只能找什么 我卖得掉的 我卖得好的 来填 那等于说 我现在是利益比驱逐两币 你现在情况多严重 光是刚刚施东哥提到 他手上有两党基金 一个是院体基金一号 一个院体基金二号 这个一号 它的市值规模 是大概一千亿美元 可是你要知道 它里面超过五成 全部在投资中国 光是阿里巴巴的持股 孙正义这个 他们自己软银 这边是第一大股东 持股是25% 所以25%什么意思 你的 当你的整个阿里巴巴 他开始在缩水 100亿的情况之下 有25亿是孙正义赔的 所以对他来讲 那你现在 就算你要卖掉 你不可能 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去找哪个冤大头 去触碰掉你手 去承接你手上25%的股权 所以这对他来讲 还有很严重 另外一个是 我们都知道那个滴滴 滴滴他真的是 讲到滴滴 他可能就要流眼泪 流到真的是 怎么说呢 他是用120亿美金 当时去认了滴滴 20%的股权 结果滴滴得到现在 他光照面上的出现 亏损就已经高达40亿元 所以对他来讲 现在这个 尤其是你习近平 又在讲说 我们现在要整对 我们要杀土豪 那个分田产 情况之下 哪一个冤大头 会去接你手上的货 所以他这个手上 真的是无底洞 刚才讲习近平现在是 我一心一意 我要扶持我的制造业 我要一心一意 向我的2025的中国制造 但问题来了 就有人做个比较 非常有趣 你的第一波制造业 你为什么可以起得来 那是你打台湾 你是逼着台湾 的产业过去 你是逼着台湾的人才过去 你逼着台湾的资金过去 还有日本给你设备 可是这一次 你是真刀实枪的 跟美国对干 你的对手 已经从台湾 变成美国了 没有错 对于中国来说 你要发展制造业 你要记住 这个制造业不是什么 土八路人很多 那边手工那种制造业 是高阶制造业 是那种人才密集的制造业 像半导体这种制造业 像富士康这种制造业 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面临到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要设备没设备 第二个要人才没人才 你这么惨吗 设备我们之前讲过 中国第一个 它的极止外光 其实百分之百 需要靠外国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你知道吗 它的光阻计 百分之百靠日本 所以这两件事情 封锁之后 你中国基本上 在设备上很难突破 可是没想到中国 我们以为最不缺的是人才 对不对 中国人很多 流美很多 里面教育也好 对不对 结果抱歉 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 它不是人很多吗 人很多 但是人才不见得多 这是两个概念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因为习近平要发展制造业 所以广东就开始盘点 广东盘点完之后 8月17号 广东省的人力支援 跟社会保障厅 特别盘点整个广东的人才需求 我这样讲 他说他盘点广东 16959家 有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嘛 对不对 不是那种低线的 高新技术企业 光人才缺口30万 这30万 全部是本科或研究所人才 你根本没有办法补足 你光广东就缺30万 你整个中国缺多少 非常非常多 然后呢 那我们把它聚焦在半导体 光半导体 中国的人才缺多少 缺60万 所以说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不是单纯的 买不到极脂外光机的问题 可是你连人才都招聘不到 像美国如果缺人才 他向全世界招募 全世界人才都好去美国 可是你中国要向全世界招募人才 有人去吗 美国立法禁止 美国现在要讨论 要禁止恶意外国人才招聘 恶意外国明确定义 北韩 伊朗 俄罗斯 还有中国 北韩怎么会去美国要人才 伊朗也不会去美国要人才 他在当地人才 对 俄罗斯跟美国这两边 早就已经打很久 也不会去要人才 唯一一个会影响到的是中国 中国你去美 跟美国要人才的时候 你会受到压力 你会被 恶意外国人才招聘法所禁止住 而且我们知道 美国的法律 不但是美国适用 美国的盟友也适用 搞不好用过美国的专利也适用 对不对 所以对美国来说 他做完这件事情后 法杰哥你说的对 美国盟友也适用 对不对 我们台湾马上跟进 我们台湾现在讨论什么 国安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国安法要修法 他要干嘛 民文禁止 帮中国或境外势力 去招聘侵害国家 核心关键技术的人 然后在国安法把它禁止掉之后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明确禁止 关键技术人员附中规范 所以说你看 当美国开这一枪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围堵 你看美国修法 台湾开始修法 台湾修法 日本会不会修法 日本如果修法 澳洲纽西亚会不会修法 每日硬要一起修法的时候 对于中国来说 他在人才招募 确实会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困境 好 那他说可不可以偷偷招募 比如比特大陆 比特大陆就是规避台湾的审查 在台湾成立智星跟红星 对不对 然后结果现在抱歉 我们减掉大力去查这种东西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他是刀刀砍向中国的七寸 那中国想 好嘛 那你人才不来 我自己学习可以吧 抱歉我禁止你留学生赴美 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 你不要觉得只有设备这项封锁 连人才这个美国都注意到 习近平很多的动作让人大祸不解 你不解释 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霹雳手段 去对付阿里巴巴 他就对付腾讯 他要对付滴滴打车 他要对付美团 甚至连补教业者他都不放过 他这样的一个摧毁 他讲 你不是把你中国的资本市场 给摧毁掉吗 你这样的一个摧毁 国外的投资人怎么可能对中国有信心 而你这样子打了七张拳 未来中国如何融入国际的社会 但现在这个真正的目的 可能慢慢浮现出来了 我们看到了 习近平不顾一切代价 对他的这些产业进行攻击 攻击看来对中国当然造成伤害 我们看到了上海股市 我们看到了香港股市都大跌 但问题是只有伤到上海股市 香港股市 只有伤害到了中国的投资人吗 没有 我们看到纳瓦罗就讲了 前白宫的贸易顾问就讲 虽然习近平针对着中国的科技巨头 他但是美国的养老基金 是非常大的一个受害者 他已经有四千四百亿美元的损失 你要想看 光是一个美国的养老基金 我就受伤如此惨受 而美国那其他的投资人呢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原来习近平这一招 他只是对付中国 难道没有对付美国吗 甚至有人讲说 他就是故意搞一个金融战争 对付美国 好 我们今天请到六百亿 对待大方首领的财经专家 黄瓦罗宋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 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石瓶李治炮 好 第三位是 资深梅天宇慧珍 大家好 第二位是 第三位是 大家好 第二位是 台湾过去吧 学会的副院长林林辉 大家好 好 之前我们一直不懂 習近平到底在算什么 他到底在想什么 没错 你对付阿里巴巴也就算了 马云背后就是江派的人马 对 结果你连腾讯都不放过 是 如果你连腾讯都不放过 那也可以理解 因为那后面也跟上海帮有关系 但是你怎么把美团也打了 你把滴滴打谁也打了 你补教也不放过 是 好像你想打谁就打谁 你好像每天都在射飞标 射到谁 谁就要倒下来 结果你把所有的资料 所有被攻击的 它有个共同特色 它都是在海外上市 它都是有海外投资人的 所以习近平这么杀 他不是杀中国投资人 他只把事件 特别是美国的投资人 也在他的猎杀范围 明年的二十大 是习近平的最后一步 他如果退一步的话 就急无死所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这是一场生死大战 目前杀他的有两个大集团 一个是国内的富二代 跟这个国内的所谓的红二代 另外一个是美国在外面杀他 所以他要想一个方法 我同时可以打击这两个集团 我怎么用什么方法 同时杀美国跟红二代 对 那什么方法 好 很简单 他抓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 那就是美国的华尔街 刚好是连接这两个 所以我就朝华尔街最痛的痛点 下去杀华尔街 华尔街最痛的是什么 很多在美国挂牌的公司 这里面来说 或是在香港挂牌的公司 里面包括阿里巴巴 包括腾讯 包括美团 包括滴滴打车 这些一杀下去的话 是两个都可以杀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他最近一段时间 开始在杀这些 我们好像看不懂 但其实他一招可以杀两个 对他来讲的话 是一个最小的斗争的代价 因为一开始我们非常的单纯一下 你又就是要继续杀江派 你继续杀上海帮 但不对啊 你这样一路杀下去 至少普教业者跟上海帮 没关系 跟江派没有关系 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放过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 这个产业在美国上市 它有很大的一个产值 当我如果这个产值打下去的话 对美国会造成极大的一个伤害 这就看懂了 而且你知道阿里巴巴在美国挂牌 他大部分的股东话 不是美国人 是外国人 这个腾讯在香港挂牌 很多都外资 中国投资人少之又少 我杀下来的时候 我还可以搏一个的时候 我是杀地主啊 分田地啊 大家过去对他们有什么不满 大家就说出来嘛 又在斗地主了 所以你看《人民日报》 开始在批阿里巴巴 它说什么 不仅要把权力关进农子里 要把资本关进农子里 资本关进农子里 不要妄想大道而不倒 更不要妄想像南韩财法一样 操控一切 这里是中国 血淋淋的就直接跪你阿里巴巴宣战 那为什么还没放过阿里巴巴 马云都已经退出了阿里巴巴的股东名单 你看从去年杀蚂蚁 一直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杀停止 所以告诉你说 他不是要杀阿里巴巴这家公司 他是要杀阿里巴巴后面的那些人 所以他要把他们摧毁到底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摧毁 我刚才讲了 外国投资人会损伤很重 纳瓦罗就出来讲了 我们美国的养老基金 已经损失了4400亿美金 440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台湾三分之二一年的GDP 就这样跌掉了 三分之二GDP 对他们来讲损失非常惨重 但是中国有损失那么多吗 没有阿中国 而且他刚才讲到 你只有一个养老基金 就4400亿 那只有一个养老基金 那为什么他这样做 我们就有人怀疑说 他可能要引发某种程度的 让股市下跌 金融下跌 这个会对美国政界形成压力 所以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美国有所谓的 武汉肺炎或是新冠肺炎起源报告 共和党已经这么凶了 民主党已经更凶 那未来中美关系是没有回头路 所以要杀这样的话 那习近平索性就破冠破摔 我找一个能够同时打击你们的方式 对我损伤最小 所以那不是台湾人可以想象到的 当然 原来政治的斗争 政治的杀戮是如此残忍 如果你仔细看习近平的斗争方式 你看他杀的东西 你看美团 美团很多外带小哥 我帮你出去 你们要有最低工资 程序来说话 你那个游戏 很多家长都在抱怨 那阿里巴巴你那个垄断 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去打 他甚至最新打什么 打到奶粉 那奶粉都不放过 为什么 你看他这个主要 就开始新华社就说 专家提醒警惕配方奶粉 行销影响母乳未养 因为我们讲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中国很多人对这些奶粉相当抱怨 第一个 抱怨他们品质差 然后比外国要更贵 他现在就直接跟你打一个说 你们这些 因为你们这个营销的方式 广告的方式会影响母乳的胃 这个理由好像不是理由 但是他照样出来批评你 所以他其实挑的都是有一些 过去在中国民间 已经大家印象非常不好的 像补交 但是很多怨言 我就针对这些产业打下去 那当然会对股市造成影响 但是我可以收容民心 所以我们现在外面看的是 你现在在搞这个企业的斗争 可是他在搞的是阶级斗争 没错 你看这个非赫乳业 股价就出现一个大跌 你看一口气跌了11% 包括说像亚利士 还有新乳业 澳优乳业 或A2等等 全部都出现一个下跌 他根本不管这些 因为为什么 这些乳业下跌的时候 投资很伤心 但是很多家长看的是很开心 所以他其实在中国掀起一个什么 我才说这种是 过去的是斗地主 他现在就是斗这些资本家 你对他什么不满的话 大家就说出来 斗资本家 这也太可怕了吧 除了这个之外 我刚才讲到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去拆解腾讯 腾讯里面的股东来说 30%是南非的公司 加上他在香港挂牌 其实他很多都是在海外公司 另外一个 保险你知道吗 他其实不只打到美国股市 他还打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股市 那就是日本股市 为什么 那日本股市里面 有一档最重要的全职股 叫软体银行 软体银行是阿里巴巴 还有迪迪打车 还有Uber最大股东 就在这次你连续打了阿里巴巴 连续打了这个滴滴打车之后 软体银行最新的股价一定在往下跌 软银股价往下跌 日本股市就往下跌 你看日本股市 其实就非常的弱势 主要就是因为他打到这个时候 打到你的全职股 不只是打到美国 他还打到这些东西 那目的在什么地方 目的就是我要让你们不好过 你们怎样追杀我 我也要对你们提出一个攻击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台湾的斗争 我们看到台湾的政策物很怕受伤 很怕有压力 只要有压力会受伤 我就开始退了 可是没有想到 不管对习近平 或对美国来讲 受伤又什么 我只要我还活着 我的对手比我少完蛋 我就赢了 他是要终极目的是 要完全的摧毁你 赢过你 这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所以你看 是让美国有没有准备 美国当然准备 那奥运会一结束之后 拜登做了一件事 他马上拨电话给菅义伟 两个马上就通话 通话通话什么 他就说这个奥运会办得非常好 但是紧接着来 他们就说 我们要四方会谈要开始启动了 那四方会谈 建制当然是中国 那为什么马上就要拉拢日本 因为日本是最重要的一个伙伴 紧接而来 昨天我们讲到 共和党他们众议员 出了一个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共和党的版本 共和党的版本就直接说 这是你这个P4实验室 流出来的 那个最原始的病毒 是来自越南 云南的某洞穴 他都讲得非常清楚 你怎么感染的方式 都讲那么清楚 我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是共和党的版本 你觉得民主党政府 接下来推出的 可以比这个更软弱吗 当然是有过之人无不及 所以现在两边在充实压住的时候 如果两边的报告 都同样指到中国 你必须要付这个责任的时候 请问你拜登要怎么做 当然油门踩到底 当然做更硬 所以习近平他也知道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知道现在整体来讲话 美国的制裁之下 你看华为今年公布的上半零收 大跌38% 你觉得呢 美国对这个华为的追杀结束吗 没有 你看美国怎么追杀华为 第一个 因为华为去年他不是把手机 卖给另外一家叫荣耀 荣耀手机 卖给另外一家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 结果美国议员就说 不行 你这个有逃避美国监督的嫌疑 所以 因为连你那支卖到外面的荣耀品牌 那些手机 你也要同样受到美国的管制 荣耀手机也是比较低接的 对 比较低接的手机你也不放过 所以你这些晶片 你这些东西也不能卖到美国来 另外一个 他直接跟巴西 因为巴西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跟他说 你不要用巴西的这个相关的基地台 你不要用华为的基地台 不要用华为的基地台 就是这样 美国现在直接就去跟巴西 直接通牒 说如果你继续用华为的基地台 你未来会孤立 没有其他设备可以使用 美国也是这样直接赤裸裸的 就直接跟你下支到期 所以你知道现在中美之间 已经没有所谓的回头路 双方在互相开战 美国用产业在绞杀你的时候 习近平用另外一个方式 用金融海啸的方式 在摧毁你美国 好 董事长 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人 真的太单纯了 我们都觉得 这个大家以和为贵 可是你在政治斗争的时候 那是你死我活 所以刚刚讲到 习近平在斗这些企业的时候 以为是他内部的问题 搞了半天 它是外部问题 因为你斗的所有人 都有在美国上市 你在斗这些企业的时候 你伤害的是美国的投资人 我们在看这个局 所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要先搞清楚 把角色搞清楚 都认为是中美斗争 对不对 不然呢 不是 美国的后面 有大批的红二代跟富二代 这些人或是你讲江派也好 或是反习派也好 他有一个基本的作战原则 什么目标你知道吗 叫做倒习保党 是这一届拜登政府的背后的 华人的一些力量 包括他们跟华尔街的力量的结合 你说他们后面有一个华人力量 当然是一批中国人在里面 否则这4400亿怎么会亏损 对 就是因为美国商人 跟当时的中国的当权派 就是譬如说江派人马 或是现在的反习派人马 结合在一起 长期经营中国40年 累积了成千上亿的 成亿万的财富 是美国赚到钱了 对 那中国人也赚到钱了 这些人才结合了 现在的拜登政府 所以这个是习近平的解读 你要干什么 你要倒习 对 然后保我这个党 因为你还是要保住 共产党的江山 是 所以这一次策略 跟川普不一样 川普是要倒共产党 所以倒共产党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他都没有 他没有很激烈的动作 他就我一直在想 要效忠共产党的领导 他这一次不一样 你看他对内 他不是对内 你刚刚讲的没有错 这个是典型的 他杀资本家 那我现在请问你一个问题 他资本家的背后是谁 我很简单 阿里巴巴也好 滴滴打车也好 包括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最有名的复兴医药也好 都是上海江家的 对不对 还有你在腾讯是广东的 所以他非把你干掉不可 对 他在打这个腾讯 打阿里巴巴 你注意 都是新华网 都是人民日报 这个多狠 人民日报 怎么会去谈 员工性侵的问题 这么严重吗 逗臭你 你刚刚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马云不是退出了吗 对 为什么还要杀他 是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故事 他前面十年是不是打贪官 没错 打贪腐对不对 那贪腐贪官 打了一大堆 杀了百万贪官下台 对不对 那钱去哪里了 不是国库了吗 全部到国库了吗 没有吗 这个学位在这里 搞了十年 你担保所有的钱 通通进国库吗 所以他现在打阿里巴巴 他这中间有一个阿里 马云都跑 马云都挂了 你为什么还要追杀阿里干什么 一定是很简单 钞票还没有交出来 他一直在打钞票 我跟你讲 马云一定把钱藏好了 还没有交 还没有上缴 所以当这个钱转出来以后 可能就到了席派手上 或到了国库 我们不管他 反正绝对要从你们这些人的口袋 搬到我的口袋来 这是主要目的 当这个目的没有达成以前 我中国大陆什么时候 重视一个员工的性侵 用人民日报来攻击的 我以为中国现在在乎这件事了 他说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想问有一个吴亦凡事件 又有一个阿里巴巴事件 我以为他们在乎这种事情了 所以我刚才讲人民日报 从来不去谈这种腰部以下的东西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出来 所以我刚才讲而且是阿里巴巴 你再回头看五年前 人民日报怎么样称赞阿里巴巴的 治理风气 这是全国表率 你把文章拿出来 可以呈现 这个是百万字在赞扬阿里巴巴 那今天变成打成这种 而且讲什么 他还强调说 你不仅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更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 不要妄想 妄想大而不道 不要妄想像男孩产团一样 可以操控一切 所以他关键是 他的场面话是这样的讲法 问题是他把这个派系打垮以后 你阿里巴巴最后的老板要把东西交出来 很简单 你所有的股权要交出来 交给谁我们不知道 交给政府算是好事 交给另外一个派系也是合理的 所以你就退出了 所以那是超佳 否则命都不保 他一定是杀到底 而且你看互联网的企业 基本上有个特质 叫特许事业 那谁给他特许的 当然有权力的人 共产党给他特许的 所以那不是你们家的 那是我们家的 他狠得不得了 但你看另外一个公司 华为 华为任正非只占百分之一的股权 其他九十九号 全部分给一些应该分的人 所以华为就很厉害 他做到非常大的保护 你看到没有 这两天今天登出一个消息 这个在辽宁 在大陆的法院 把加拿大哪个公民 是 维持判刑死刑 大家都是要枪毙 那个加拿大人 总是毒品判死刑 毒品该不该判死刑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给加拿大人判死刑 那个人是不是吸毒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他判死刑 什么意思 他要救孟晚舟 因为孟晚舟最近的压力很大 因为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 美国的这个压力非常大 要引渡他了 已经准备引渡 已经开始进行了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就要定论了 人就要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不得了 要判下去就十几年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给你判死刑 他要知道 如果你敢动我的 你敢动我的人 我一定把你的人打掉 老百姓都敢杀了 为什么 因为孟晚舟 因为任正非的华伟 所代表他们的利益 代表国家的民族的尊严以外 还有庞大的军方跟习派 相关的一些利益在里面 所以这个利益他要保护 阿里巴巴 腾讯 打到底 这两个完全截然不同 所以说我该杀的 我该守的 是清清楚楚的 清清楚楚 他这个帐 绝对不会有模糊的空间 你放心 他一本帐 你这个共产党有个东西很清楚 你这个发家几十年 每天什么事情 他都有记录 他这个时间到了 我跟你讲 闹钟就响了 闹钟响了 你就要开始 该报到 该报到 该见炎王 绝对不会逃过三更 好 听会 所以 我们来看中国的斗争 再看到了中美的斗争 那个层次不是我们想象到的 本来以为说是对自己的财产 那也是习近平中美斗争的一步骑马 刚刚讲到的 今天要把加拿大人判死心 甚至 连吴亦凡抓起来 也都是 他的国际政治的一环 对 你不要小看 吴亦凡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单纯的所谓 性侵案的问题 而是吴亦凡背后 他是有加拿大国籍 这个加拿大有关 加拿大是有关系的 所以 你要两件事情一起看 吴亦凡的事情 跟这个加拿大的青年 我走私毒品 一个判死刑 一个判重刑 这都是冲着加拿大来的 对 这个斗争来讲的话 对习近平来讲 刚刚好而已 因为你知道 在以前来讲 2014年的时候 曾经也发生过一些事情 就是柯震东 你知道吗 跟这个当时的 这个成龙的儿子 叫房楚明 其实他们在吸毒 这个吸毒呢 背后其实他不是要做吸毒犯 因为中国太多演艺人员 都在吸毒了 重点是背后的提供 吸毒的这个 这个毒品的淹商 是美国的淹商 所以当时他们是要 跟美国来斗争的 所以告诉 警告美国说 今天我开始动手了 你给我小心一点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的话 接下来我可能大规模的补装 所以你是说 中国在斗任何人 背后都有目的的 难怪我当然想 成龙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好 他儿子房主宁吸毒 怎么挡都挡不了 还让他去坐牢 而且柯震东如日中天 永不录用 原来提供烟品的是美国人 对 所以当时不管是美国或加拿大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中共在出手的时候 一定先从旁边旁敲侧击 然后看你这个大国会不会觉醒 会不会来跟我谈 如果不谈的话 我继续斗争 所以他斗争斗到死了 对中国来讲的话 他遍体磷伤是没关系的 因为中国他大 人多 所以他用空间来换取时间 来看你这个整个外国来讲的话 怎么来应付他 所以你看到不管是对日本 所以你说 我们讲的 台湾因为这次新冠肺炎 我们等于说损失了800多套人民 你这对台湾来讲 这不天大不得了的事情 你说中国人多 中国不怕死亡 就像俄罗斯没有眼泪一样 对啊 所以运营他在今年的时候 已经下令了 他告诉所有的党员说 不要怕斗争 然后现在的死跟事 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这种讲法完全跟毛泽东一模一样 因为毛泽东认为说 我就是勇于斗争 我不是只有竞争而已 我就是要斗争 斗到什么东西 斗到你垮掉的情况之下 我中国或者是说我共产党 就可以主宰整个全局 他讲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其乐无穷 所以这不仅当然只是一个 所谓的强国之间的梦想而已 而是他们资本主义 所谓的阶级的斗争的一个概念 跟无产阶级斗争的概念 这个对习近平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他认为刚好疫情的发生 还有现在美国的状况 事实上是站在中国这一边 所以为什么李显龙在一起讲 说中国人会不会误判情势了 是不是未来美国的发展 真的是往下掉的概念 东升西降的概念 而这个概念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是刚刚好他认为说 的确因为按照底气来讲的话 我不断的不断的用这种事情 为什么这么讲呢 记得清朝末年的时候 其实他们当时就是说 西方国家是想要赚中国的白银 现在一样的状态 中国认为说你西方国家 一定要赚中国的钱 所以我今天用一个经济市场 来诱惑你 你不管怎么样 你不赚 别的国家也会赚 德国也会赚 法国也会赚 我就分裂你西方国家 难怪他今天给了摩根大通的 这个专属权利 对 所以你看到现在 大家都在问一句话 难道你会因为 跟加入拜登阵影之后 去放弃中国市场吗 不会 这个中国市场怎么办 如果你不赚的话 会有别的国家去赚 那当然的话 你不放弃这个中国市场 那你是不是会跟进去呢 所以你看到 他今天用了什么东西 用了斗争美国这些 比如说他刚刚提到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背后有股权 是美国的股权 用美国这些企业去押 回去到这个所谓的 美国的商人 美国的政府 也就是说 为什么拜登一直在 他的国安报告里面 提到一些事情 说美国商人 如果去赚中国的钱 他们也不会放弃 美国的价值 但是问题来 现实摆在面前 如果你美国的商人 真的去赚中国的钱的时候 会不会回去 压迫美国政府的政策 这就形成说 为什么现在拜登政府 在共和党的眼里来看的话 似乎好像是不是后面 想要跟中国有做一些妥协 而这刚好就是习近平的机会了 而且如果这样子看待的话 那美国现在跟中国 能够这样斗到底吗 当然就是底气 刚刚讲的底气的问题 你看毛泽东 毛泽东等于是打不死的 九命怪貓 所以就变成说 他跟蒋介石之间的斗争 你看那个斗争的模式 现在用在习近平跟西方国家的斗争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即便西方国家 怎么打要中国 我中国就在那里 我也不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那这样的比什么 比命长 比底气长 如果到今天来讲的话 我今天可能还在位置上 你拜登说不定 四年后就下来了 也不一定 你接下来下一个总统 也不见得会像你这样的政策 所以对中国来讲 习近平他思考的东西就是 长远的规划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甚至一百年的规划 看比谁的气长 谁就能赢得这一场战争 不好意思 我们刚才讲到的 中美对抗这样子 大家应该惨不高 罪不劳吧 可是我没有想到 华尔街日报今天 他做了一个报导 原来现在在美国青少年 最受欢迎的服装品牌 居然是中国的 他真的是九命乖猫 有洞就钻 对啊 那个吵架是 国与国之间的事 我们小老百姓只想捡便宜 你知道 现在就非常厉害 我这个品牌叫做 这个品牌 其实他在去年一月的时候 他也不过在美国的一个 快时尚的市占率才7% 就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 到了今年六月 竟然倍增成30% 我们知道一些ZARA 还有一些什么 英国的品牌 全部都被他打趴掉 然后大家讲说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件事 结果后来人家就发现说 第一个 他真的非常便宜 他比你所有 看到什么ZARA那些都还要便宜 我们以前觉得 一件衣服ZARA一件衣服 500块台币 不到1000块台币 已经很便宜 你知道他那多少钱吗 多少钱 5块美金 5块美金到15块美金就有了 所以根本不可思议 怎么会便宜成这样 你说不到150块 对 不到150块 而且你不要觉得说 不到150块可以赚什么钱 他就有个消费者 他说我从一开始买 我也是买10块 20块这样买 买到像我一个礼拜 要买250块美金 所以你看 他就让你屌了 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货品的更新速度非常快 他说他一周 他一周就可以上架2万件的货品 刚提到的RASA 一周2万件 对 就两样的农品项 然后你说以前我们讲的 ZARA有个新品 一周也才20个新品 所以光那个新品的速度 有多惊人 第三个 他从最厉害是 他从设计 生产 到整个完成要准备出货 三天 我们以前做那个 K-Study在讲ZARA 30天到60天 已经很怕人 他竟然可以 他三天 对 那他主要的生产是重镇 全部都是在广东这个地方 那他就说 事实上这个Shein这家公司 他其实是有点类似 我们把它想成是 快时尚界的苹果就对了 他其实就是个品牌 但是他所有的设计出来之后 他发包给他的大概数千家的 一个所谓的卫星工厂 他的外包给人家去做 他自己其实是没有养工人的 而且他很厉害一件事情是 他所有的产品 完全不卖中国 他全部行销全世界 他说行销全世界 大概200个国家 没有任何的实体通路 因此他就用这种方式 在短短的大概只有 一年半的时间内 可以把他的整个市占率 你看从原本的7% 成长到38 但是可以说是 成长的四倍左右 所以人家就认为说 说一句实在话 国与国的竞争都 开在小老百姓里面 关我什么事 我只想要平静过个好生活 有便宜可以捡就来捡 在中美对抗这么激烈的状况下 我觉得有一个硬道理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 世界上看到吗 习近平让整个中概股大跌 然后让美国华尔街受伤 可是现在他又对摩根大通 召召手 我跟你特权 摩根大通又赶快跑过去了 而且我觉得习近平非常厉害 他用中国的市场 玩两手策略 第一个他最近杀这些 所谓中概股 说实在摩根大通 或者说很多美国的 贝莱德基金怎么 很多都受伤很惨 可是他们也不敢真的恨中国 就没想到 习近平这时候就开个门 就说来... 我知道你们很希望 进入中国市场 我在这时候 他就做一个动作 加快开放中国市场给你 他让摩根大通进去了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摩根大通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许可 就摩根大通证券 中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独资 独资 而且独资的时候 他给你全资全赵 什么叫全资全赵 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摩根大通他只能够 把国外的基金 卖到里面去 但他现在你在中国到 可以做任何东西 包括说你要在那边 成立据点 做所谓这个经济的业务 包括你要发这个所谓的基金 在里面当投信 甚至说你要在里面的话 你要做投雇业务 全部都给你 给你百分之百 可以来玩中国的股市 借入中国市场 摩根大通二话不说 马上就说我们愿意去 那不只这样 不只还有这个 包括说像富达 富达的基金来说的话 他也说让你进来 所以现在富达也准备要进来 他是基金的第二支人 第二家的全资全赵的基金公司 他除了富达之外 另外上一家就是贝莱德 因为贝莱德是第一家 贝莱德 过去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第一家 一定给贝莱德 所以他现在的证券公司 有给你摩根大通 一家独资 另外一个基金公司有两家 一个是富达 一个是贝莱德 难怪李显龙对中国这么友好 对 另外一个还有花旗 花旗来说他可以基金托管 也就是说托管也有 所以他现在给你不同的糖吃 那也没有一次全部给你 但是他就是这样慢慢给你赢 赢了 你就来 所以他等于是说用两手策略 虽然说你没有错 你在前几天我打中概股 很不好意思 受伤 但是我还是给你好处 天哪 所以用这个方式 那你说这些公司来说的话 所以为什么美国会很怕说 华尔街有可能会 因为利益的关系就倒过去 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 中国的整个基金的市场规模 是未来几年成长的幅度 或是整个这个 这个未来的规模幅度 可能展望都比美国更好 这些投资经厅绝对不是傻子 他们在钱的份上 他们可能一会去中国大陆 大量的投资 这就是习近平的方式 我反正我就以商逼政 我就把你的商人 牢牢地抓在手里面 譬如说像你看 像我再举个例子 譬如说像苹果 苹果公司最新的这个供应链 里面来说保洁 有了力讯 力讯都加入了 然后蓝丝也加入了 然后这个素女光学也加入 越来越多 你我就把你这些牢牢地抓住 把你的商人抓住的时候 你未来怎么样跟我作战 背后永远都有那些商人 在捣你拜登的鬼 有以商逼政 难怪说拜登现在面临 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 现在跟中国很多友好的商人 逼着他说 你要赶快重启中美贸易谈判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的做法 因为他是独裁国家 他不用管那些商人的利益 我要打就打 但是美国不一样 美国有很多商人 这些都是所有的政商人脉 关系在后面 这些会对拜登 在他的中国政策 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牵制作用 所以中美最核心的问题是 现在美国我要把你的 中国的红色供应链给毁掉了 而中国就是要保住 他的红色供应链 所以才会有 他内部的斗争 跟外部的斗争 所以习近平现在很简单 反正你只要制造业 我就保你 如果你是那种互联网 我就杀你 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来说 不是前一阵子这个紫光出现财务危机吗 他说什么 你阿里巴巴赶快去给我接盘下来 你如果做这些实业的话 我或许可以饶你一命 你就知道说 现在其实中美之间的未来一段 这个产业面的核心里面 就在于供应链 到底美国能不能真的 把这供应链拔出来中国 如果拔不出来的话 这些供应链或是这些商机 永远会变成是 美国在对付中国的时候 后面非常大的一根刺 因为习近平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 为什么他真正在乎的是他的政权 为什么在乎他的政权 我们就讲 他最近要对美团 罚一个十亿美元的这个天价罚款 保洁那这个为什么他要对美团 罚那么重的这个 主要是因为今年三十月的时候 你知道中国曾经爆发一个 美团的外卖小哥 他们上街维稳 他们就说我们这个薪水太低 那美团的所有 我正在跟你讲 美团所有的外卖小哥 在全中国到毕竟一千万人 这一千万人如果让他上街头的话 你中国控制得住吗 控制不住的话那怎么办 我就罚美团 我罚美团的时候 让这些外卖小哥觉得很开心 至少你中国有为我们出气 但是他不会影响到 这些外卖小哥的权益吗 他要求说你这外卖小哥 你要给我达到当地的最低的这个薪资 同时你要给我纳入整个社保 中国的社保 所以等于是这些外卖小哥 因为这样关系 他等于是让企业 你这个康企业之凯 去补通这些所谓的外卖小哥 所以你说你的企业活不活下去 那是你家的事 对 要把我人照顾 也就是说你现在企业要负责 把我的人照顾好 他用这样的方式 那同时对你 你不做我就对你寄出这个罚款 那除了这个之外 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 说为什么他最近要找这些腾讯 阿里巴巴这些的麻烦 为什么习近平不会在乎这些 我跟你讲 因为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公司 我跟你跟大家讲 各个跟中国大陆高层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些腾讯或是阿里巴巴 最重要的股东是谁 腾讯最重要的股东 最重要的股东 是一家南非的公司 他的持股有30% 阿里巴巴最重要的股东 是软体银行 都是海外的公司 海外公司或是海外的企业 持有我们这些阿里巴巴 腾讯的股份 比较多 要不然这是江派的人 不关我的事 我这样打压的时候 对我自己有好处 事实上这样打下来之后 最近这个前白宫顾问 纳瓦罗他就说 你习近平这样打下来的话 他说什么是这波中海股 叠价最大的受害者 他说是美国的养老基金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养老基金投资很多 阿里巴巴 腾讯 投资那堆 那同时他也投资 那习近平小中国 杀了半天是杀你美国养老基金 我杀了官乐代 杀了你那些外资股东 杀了那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这样杀下去的时候 你们会听我的话 我可以掌控你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他为什么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因为对中国的投资人的损失 其实相当少 其实真正重创是美国 为什么 我跟你讲 实际上南宝罗在这篇报导里面 他说 他说这波养老基金 美国损失多少 你知道吗 他讲了一个数字叫四千四百亿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四千四百亿美金 四千多亿美金 打中概股叫四千四百亿美金 他说这样反而让美国推锈经济 完全都重担 所以我才跟你讲 习近平为什么这样破冠破摔 其实他都经历过很 经历过很精密的这个计算 反正我这样打呢 对我损伤很少 对你损伤很大 那同时之间我可以收容那些 大财团大企业对我的忠心 华尔街是举所有的力量 全部导向拜登 而且权力什么 权力的跟川普来对抗 你要讲 川普对中国是不友善的 你对一个对中国不友善的人 我不能让你持续存在 因为华尔街这几年来 赚了非常多钱 从哪赚的 从中国赚的 不管是你到中国发行基金 或者中国到美国上市 华尔街都可以大赚齐钱 对 可是没有想到 习近平还是华尔街真正的杀手 现在因为习近平的关系 是 华尔街那些大佬 对 赔得血流成河 没错过去习近平 或是中国曾经说 华尔街有非常我们的好朋友 但现在华尔街 已经非常痛恨中国了 痛恨 因为华尔街都痛恨了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习近平不断地打压那些中概股 包括说对网路的监管 弟弟上次我都要让他下次回到这个中国来 包括对阿里巴巴开刀 对腾讯开刀 甚至对怎么教育机构开刀 一大堆这样开刀的这个作为之下 甚至还不准这个中国股票去美国IPO 这样下来的话 你知道这几个礼拜的话 中国股市除了增发一兆美金之外 那在美国上市的这个相关的中概股 增加了五千亿 那五千亿很多 增发五千亿吗 五千亿美金 这些钱都是谁 这些钱都是所谓美国政府 美国的投资人买的 对 这很多美国名嘴就说 我再买这个所谓的这个中概股的话 你叫我白痴 他们已经开始有点恨了 那你知道 所以说一个礼拜的时间 中国股市增发了一兆美金 对 但是在美国的中概股 增发了五千亿 对那你知道 事实上你看 连Bloomberg都说了 我们现在投资要什么 Case all speeches to find next target 就说我们要去研究 习近平过去讲过什么话 那他到底要打压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都不知道 他的逻辑是什么 因为我要打压这个网路股 就打压网路股 我要打压补教育 就打补教育 那到底有什么逻辑 现在连游戏都不放过了 对 他们就知道原来是这样 因为事实上他在几年前的求是里面 他就有讲过说 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 那种所谓补教育里面来说 那种教育的这种所谓书籍 看入幕的这个内容 所以他为什么要整治这一次的 所有的补教业 就是因为他曾经说过这些话 所以因为在这些话之后 大家开始去翻 那现在这个中国最畅销的 这个投资书是什么 就是求是杂志 你只要把求是杂志拿出来 说到底习近平过去讲过什么话 他下一把刀还要对上谁 下一把刀要砍向谁 那你看譬如说最近 最近他砍什么 他砍这个游戏产业 他说什么新华社说 游戏产业是精神鸦片 是电子毒品 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因为习近平其实他也在求是杂志 有提到这些东西 真的假的 就是那种虚拟经济 网路经济这些东西 特别是 他说这些会毁掉我们未来 中国所有年轻人的这个时间 特别是未成年 因为未成年玩得非常多 所以他们这样打压之后 你看腾讯最近股价一路大跌 原本台积电 一直都是亚洲第二大的 这个市值的公司 腾讯都第一 但现在跌到 腾讯最近一段时间跌了20% 他在等你把亚洲市值的第一名 让给台积电 所以他这个对腾讯来说 影响到底多大 那除了这个之外 照你这样讲 今天习近平是 没有不能杀的财团 他现在什么都杀 本来以为说 你对马云不好 对马化腾好 没有想对马化腾更惨 都杀 那为什么要杀 事实上现在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有讲过一句话 习近平他曾经说 我们要搞这个经济 要搞制造业 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 这些所谓互联网产业 可能会被他打得非常惨 那你看事实上 我们为大家抓出来 就是中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 还有美国他们的这个制造业 你看中国是最高的 但是制造业是往下降 那往下降的时候 事实上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 因为习近平他已经发现到说 如果再靠互联网 因为互联网如果我们 如果探究他的本质 他是这种服务业 他其实没有办法创造出 太多新的这个工作机会 但是如果你用制造业来说 他曾经说过一个服务业 大概创造1.3个这个工作机会 但是一个制造业可以创造 大概约莫两个工作机会左右 所以他希望说 在中国现在经济走到一个困境的时候 他希望要发挥所谓制造业 那我们最近不是讲了吗 很多人去囤积所谓的车用晶片 导致说中国的很多汽车产业 他现在买不到晶片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 希望你这些晶片 你不要汽车晶片 你不要再囤积了 你赶快流出来 让我们现在汽车产业 能够有相关的晶片 可以让他坐车下去 所有他都要管 他都要管 所以你看这些所谓的坐车 被人家认为说 你有这个囤积的东西 股票全都大跌 除了这个之外 他现在又管到什么 他管什么 他最近最近几天又开始管三个东西 一个叫做增高症 他们中国很多人 为了要增高的时候 他们去打这个增高症 那这是新华社直接就批评 升高优力就打增高症 危险好 再来 新华社又说什么 他们的警惕电子烟 另外还有白酒的这个状况 因为白酒 酒也管 白酒跟癌症 部分的癌症跟饮酒有关 这也是来自新华社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管这些东西 大家都说你习近平到底是要管到什么程度 你这些都这样管 那这样管下去之后 今天的在中国股市里面来说 白酒股包括贵州茅台 包括说像武良益都全面下跌 然后打那个增高增的 就包括说长春的这个高薪 对 或是这个安科生物 也都出现个重挫 真正你不用讲 这挂牌的这个电子烟的公司 全部都大跌 所以我才说嘛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要 这个看习近平的脸色 因为他今天只要把把子 花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 这些公司就准备要全面重挫 那对于华尔街来讲的话 真的 我觉得对台湾的投资人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投资中国股市的话 习近平的所有过去讲过的话 他的想法可能你都要完全非常了解 否则你就很容易会踩到真正的地雷